那刚刚委员讲了 来 明天中常会可能就会提出一个所谓解套的方法 谁会提出呢 头发一直掉 来 这个我们的中常会叫曾文培 他说明天中常会提出建议 怎样的建议呢 就是非现行制度的初选 而这个初选大家不要误会 觉得好像为了韩国瑜量身打造 而是为了我刚刚说的 我们省钱嘛 我们省时嘛 最重要的是避免党内互相的攻击 首先第一个 直接纳入韩国瑜参加初选 这一条当然是让他不要那么为难 好像变成我必须在高雄市长 跟参加总统大选 或者是旧高雄跟旧台湾之间做抉择 直接把韩国瑜拉进来 再来那九百万我就讲了浪费钱 钱留着不如捐给党中央去还给该还的人 来 党中央由保证金由中常会协助来特别募捐 第三个最重要叫做简化初选的流程 民调决胜 简化流程就是不要有什么连署了 保证金了 不要在辩论 不要在证件发表 不要把时间拖长 直接把大家纳进来 纳到这个初选里头 而这个初选就是一种方式决胜负 叫做民调 民调出来 我们就是决定谁是人选 如果民调第一名领先第二名超过5% 直接就是提名了 那如果领先小于5% 那我们就再做一次民调来确认实例 够不够简单 非常简单 目的只有让韩国瑜可以加入 最重要的是叫做避免国民党陷入分裂 国民党陷入分裂 其实我觉得今天韩国瑜的讲话 我一个感觉柳暗花明 霍兰开朗 大家看到乌云见日了 非常好 韩国瑜市长我请大家 刚刚佑正你也一直在分析他的五点声明 但是我请大家关心到第二点的 其实韩国瑜市长讲的是说 他无法参加现行制度的初选 请注意是无法参加 并不是不参加 这个语义有非常大的差别 不参加是什么 英文叫做I don't want 我不想参加 意思是说我可能没有意愿 我不想要处理这个事情 也许是我个人意愿表达没有办法 但是无法参加是迫于无奈客观事实 环境造成我没有办法投入 所以目前来讲 韩国瑜市长是有意愿的 尤其他最后这个声明也讲到 他不计荣露 所以换句话讲是说 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都知道韩国瑜市长 就是铁针针的汉子 为了中华民国为了台湾 为了只要能够让这块土地变得更好 我相信他都有意愿 他都有责任 他也有能力能够承担下来 那既然今天都已经有 这个整个柳暗花明 当他的五点声明都出来之后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选民的事 就是党中央的事了 所以其实中常委他说什么 明天要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觉得这个是中常会的 集体的智慧 怎么讲呢 我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 在这局面最大的不同就是 目前为止我们其实 从一而终就讲非常清楚 我们四月办法出来五月来做一个协调讨论 六月决定人选嘛 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些人说 啊 太慢了啦 时间拖太久了 但是我们拉到现在再来讨论 会不会觉得其实刚刚好耶 有没有时间上来讲 我们现在四月底 韩国瑜市长他美国行回来之后 再来做这样的一个诉求 反而可以有更多的谈性空间 来做一个协调 换算民进党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说900万的报名会已经落了 不是说大家都定期了 我们要因人设施来改变制度 现在其实所有包括朱 包括王 包括郭 包括韩 大家都还没有正式的领表登记 换句话讲是说都充满的弹性 也因此今天中常会这边也看到了是说 如果说愿意明天来做一个协调讨论 并且把变成是做所谓的民调初选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最强者出 其实这才是重点嘛 韩国瑜市长 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电视机前面的韩粉朋友们 大家这段时间真的闷啦焦虑啦或是心急啦 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韩国瑜市长在选项之一嘛 我们不希望韩国瑜市长做一个总统民调的时候 当做一个初选民调的时候 来得请问你支持谁 一二三里面发觉没有韩国瑜 那这样子你的闷气 你的胸口这个气没有办法 还有就是你没有办法选出最强的人选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明天党中央中常会 这边有做一个调整 我觉得这当然是好事 那我们也其实拉回来讲啦 2016年大环境的 有人会归咎的时候 因为大环境不好 因为这个国民党 这个过去的施政有点状况 也因此造成2016年民众用投票 是要来选择人民进党吗 过去两年11个月了 如果说现在回来 我们还是看到一些老面孔 我们还是没有做任何的调整改变的话 那我们不就是也愧对 没有办法回应民众的期待吗 也因此在这一局啊 我只最后简单讲一件事就好 昨天我在 因为我现在也在新北市在参选立委嘛 我在站路口看到一台公车经过 公车司机停在我面前是公车喔 请大家注意 当然他是因为在等红灯啊 他突然公车司机拿出他一个便条纸 用原子笔写了几个大字 然后就秀给我看 我远远的看到我吓一跳 我想说公车司机怎么突然间 跟我在那边打招呼 他上面就写啦 就说请把最强的那个人出来 因为我们支持他 我觉得连公车司机在我面前 都会对我这样表达这个诉求 代表这些信息我们都听到了 那接下来就是选民的事了 韩国瑜市长今天已经讲了不计荣卤 接下来选民就是尽列巴拉票吹票 跟集气 那之后只要有任何的初选 你就是大声说出 你最希望的总统候选人选 不伤和气 共同团结 我们赢回2020 这个方法听起来不错 看起来不错 民调初选 我们简化过去 那个很繁复很麻烦 废话很多 伤害很大 分裂很凶的这种初选方式 用这种很简单很干净很快速的 选胜负 对我们直接选胜负 蛮好的 但这个提案的内容目前看起来 可能真的是一种解套的方式 第一他并没有损及其他的 有益参选人的利益 对啊 一般还是蛮公平的 人家还怕你瞧一个不用缴钱多好 是不是 钱的收口袋多好 不用缴钱 这第一个 帮你省钱 第二 大家一定要是公开公正 透明啊 我们就是直接做民调啊 民调谁赢谁就出现 好那如果第二名长说 我只说三% 好没关系乖 输五%的话呢 我们就提名赢你的人 但如果他赢你不到5%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缺失 或者是漏洞吧 是 是这样吗 来河妮姐 我觉得这样挺好 OK吧好不好 这个方法蛮好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叫他是 韩国瑜条款 也可以说他是防败条款 我觉得可以说是郭台铭条款 不是因为他来这边 他弄了一下才有这个 最强棒条款 最强棒条款 就是说基本上就四步嘛 不领表 不缴钱 不连署 不发表证件 那可是呢 不缴钱这个部分 基本上我是觉得 我也曾替这个县长觉得 还有所有的候选人 郭老板除外 因为他本来就 这个条件很够 这个很有钱 你说900万 我觉得真的好贵 我说就算你不是完全不缴钱 至少把它降到100万吧 难道选总统的每一个 都富可敌国吗 你要叫人家去筹一个900万 来参加你的初选吗 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 包括这个郭台铭董长 还有这个像我们周围的县长 要参选的这些人 你叫他都不发表证件 他说那我来参加你这个初选 那大家都不知道 我到底对整个中华民国的构想是什么 我有哪些宏伟的政见 可能是别人都没有提出来过的 我觉得可能是用书面的方式 或者 或者既然这是一个礼遇的 就是说对韩市长礼遇的 那就这个韩市长不要发表 不要讲政见嘛 或者是他用书面的方式嘛 那其他人都把政见讲出来 也许也是用书面的方式嘛 那至少你让参选的人 可以表达他的政见是什么 那如果这样子的方式 那其他的候选人赢了 那我想韩市长也没有话讲 也没有话讲 所以我觉得政见的部分 是我唯一对这一个 我们这个曾代表 是他提的方式 唯一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其实我认为说 真的不需要这些过程 你说包含什么政见 发含辩论什么 为什么 现在大家有没有直播 有 大家有办法去找媒体 有嘛 你自己各取所需 各展才华 你自己弄就好了嘛 你要看 在我们过去 这个政见发表 是每一个人上台 给你一个时间 你就讲话就对了 其实他就是一个表演 那这些所谓写的东西 讲的东西 大家幕僚去跟你自己商量完以后 就出来讲 对不对 好 因为国民党初选 是不赞成有辩论的 不赞成有辩论 因为辩论认为会分裂 会增少伤害感情嘛 所以没有辩论 各位 如果一个没有辩论的政见发表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各自去发表嘛 我还是要讲 这过程当中 就当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能够参加 这几个想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台面要拿几个人 不超过这五六个人嘛 好 通通出来 然后党中央也根本不要 征求他的同意 我就做民调了嘛 但是我要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件事哦 过去的民调经常有被扭曲的 我们不敢讲哪一个民调一定正确 国民党这次做民调一定要特别小心 自己做 怎么讲自己做呢 我们第一个诟病的就是抽样 经常在做民调的时候 人家想说电脑抽样 那电脑怎么抽样呢 对不起 资料已经灌在里面 样本已经灌在里面 对啊 灌 比方讲 灌国庆的 你80%啦 你80%的这个里面都灌的是你国庆的 怎么做都是我赢 对 然后把寒冰灌15啦 每一家都这样给的话 永远都是你赢的啦 都是你80%啦 都是你15%啦 所以国民党在这中间一定要避讳掉 那怎么避讳到现场 才开始用电话簿 或者其他方式来抽样 然后还请公正人士出来 然后第二个 所有的电话全部录音 我打完电话全部录音 那录音完之后都可以去查 所以这样中间就不会做错 因为国民党如果真正用民调的方式 千万要小心一件事 如果民调出来的结果 被人家怀疑不够公正 国民党就垮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还在提醒大家 如果这样都做完的话 其实这些有益的 你要去做调查的 都不用表达我要不要参选的 韩国瑜不就解套了吗 大家也都解套了嘛 第二个 钱上面也不要去筹那个900万了 对不对 那大家这个有办法出这个钱 国民党中央应该也出得了这个钱 那第三个 也不要去搞党员联署 党员联署很多都超来超去的 然后到最后 你跟我重叠 我跟他重叠 又有一些的 你可以有些拿得到 有些拿不到 这东西造成正义 全部都免了 所以我觉得中常委 昨天 中常委预备要提出来那个方法 很对 我也赞成 我也是这样主张 就把这个整个流程给简化 那简化了之后呢 可能也可以避掉一些 第一个叫做伤害嘛 分裂嘛 也避掉一些传统 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公正 就是炸赌的地方 其实蛮好的 其实蛮好的 那儿就把这些东西费给了 那儿就把这个设计划 也没关系 这杀简化了 那儿就把这个东西费给了